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遭遇过这么玄乎的事 比如说快要考试了 你感觉这次会考不好 最后真的没有考好 公司来了一位新同事 对吧 你对她的印象很差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发现对方确实不好相处 还有 有时候你担心你的丈夫会出轨 和身边任何一个女孩说话 你都觉得是在调情 后来丈夫真的出轨了 就好像是你的预测很准一样 事情发展总是如你设想的一样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你说什么就成了什么呢 会不会是你自己 让事情变成了你想象的样子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聊一聊心理学上的一种现象 叫做自证预言 欢迎来到松明讲心你的频道 那么在生活中 我们总会无意识地 给未知结果的事情 做一个提前的预判 而神奇的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预设 竟然成了真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惊讶 我是不是有什么魔法 能够预测未来 怎么我说什么什么就成了呢 其实这种现象 看似玄学的现象的背后 它是有科学依据可循的 在心理学里边 我们就把这种现象 称为自证预言 那么什么是自证预言呢 早在1948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 叫做罗伯特·莫顿 他首次提出了自证预言 这么一个词 那么这个词是用于描述 对事情的伪定义 会引发新的行为 从而使最初的设定成真 那么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很容易 按照自己的主观印象去做事 引导自己一步一步地 达到先前的期望 因为人的大脑里边有一个东西 它一定有一个潜在的需求 它要去证明自己说的话 因为它要拿到这个价值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归根结底 其实是你内心的投射 影响了结果的走向 这种内心的投射 它就像是一种预言 你预言了自己会失败 结果真的就失败了 那么还是拿开头的例子来说 你觉得自己考不好 可能你就干脆摆烂不复习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自然很难考好嘛 是吧 你感觉你的同事不好相处 对方和你说话 你就表现出爱搭理不搭理的样子 那对方感受到了你的这种排斥 那自然不和你亲近了嘛 那么下次看到你 他也会装作看不见 那再说你的丈夫 比如说和别人正在正常的交流 但是你总是疑神疑鬼 动不动就质问对方 看他手机 时间久了 对方肯定也很累 因为解释了你不信啊 不解释了你觉得对方是默认 那他就会想要逃离 你们的这段关系 当然 如果说是积极的预言 那就有利于产生积极的结果 那么自证预言 为什么它会实现呢 首先 我们的期望 影响了行为的动机 如果在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就能预感到这件事 会往不太好的方向发生的时候 那么我们 对于做成这件事 就不抱以特别大的期望 是吧 那么这种不够积极的自我暗示 就会影响我们做事的动力 那你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无法充分地 激发自己的潜能 最终导致我们的预感 它变成了现实 你想象一下 当我们要参加一个高手如云的比赛 我们的心里总会有一些压力吧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对自己给一个预言 我肯定拿不到名次 那么我们对争夺大赛 就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可是当我们换一种想法呢 这一次我要收获这份荣誉 即使事情很困难 我们也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而我们可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其次 期待影响了我们关注的焦点 当我们对事情有一个预判之后 我们就会倾向于去重点关注某个方面 比如说当我们完成了一个小项目 自认为这个项目里边还有哪些是高光点 哪些还不够完美 那么我们在听取他人建议的时候 就会重点去关注这些细节 只要他人提到了这些方面 那我们就是符合了我们的预期嘛 那么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 罗森塔尔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他给一所学校里边提供了一份名单 那么告诉校方 名单当中的几个学生啊 那就是天才 只是现在呢 还没有展露出他们的天赋 其实这几个学生 只是心理学家随意挑出来的几个人而已嘛 但最后发现 这几位学生的成绩 确实出类拔萃 因为名单当中的这几个学生 被告知了是天才 老师们就会无形当中 对他们多加关注 那这些学生自己 也会信心倍增 那么为了证实自己是天才的实力 反而会更加的努力学习 最终在考试当中名列前茅 证就是自证预言的魅力 可见啊 自证预言啊 它是一把利剑 也是一把双刃剑 积极的预言和暗示 会让你手持利剑 披荆斩棘 而消极的预言和暗示 则会刺伤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相信 我命有我 不有天 这种人往往在事业上 他会有所成就 而相信男人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的女人 往往更容易遇到渣男 你看 自证预言 就是这么的可怕 那么这个现象在生活 很多方面你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 你自认为 你不是读书的材料 那即使有时间 你不会用来温习功课 因为你认为读了 也不会懂 结果考试一塌糊涂 你自己证明自己 果然我不是一个读书的料 再比如说 你对一个人的印象不好 你就会不知不觉地 专挑对方的缺点来看 越看你越不顺眼 结果呢 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反目 于是你之前的预言 便实现了呀 你看到自己学渣的孩子 断定他没出血 于是你可能有打骂 谴责 不断地贬低他 打击他 在你的这种敲打中 他变得越来越差 最后 拜你所赐 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学渣 当你断定了一种可能性 就会对另外一种可能性 发生放弃努力 甚至潜意识地阻止 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那么 我们该如何去避免 自证语言伤到自己呢 首先 避免先入为主 就是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 不要首先批判 或者自责自己不行 而应该想一想 是不是自己的方法不对呀 或者思路错误呀 客观地去分析 当下的一些困境 寻找相应的这种解决方法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 看着不顺眼的人的时候 你先不要给他贴标签 客观地分析他的所作所为 同时 听听其他人对他的看法 力求得出更为全面的 这么一个评价嘛 那么这是第一 其次 消除消极的暗示 人的本能啊 那就是想要逃避痛苦 和追求确定性 所以在选择自证预言的时候 偏向于选择消极的 才能为自己找到借口 对吧 如果你希望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要尽量地避免使用 比如说 我不行 不可能 这种极端消极的词汇 而多用一些 我可以 我能行 这种积极词汇来增强你的自信 这就会潜移默化地 改变你的思维定势 那么第三个 保持积极的心态 既然自证预言 它是一种心理暗示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偏向积极的一面呢 比如说在亲密关系里边 妻子越是夸丈夫擅长做家务 有没有可能丈夫越是能把家务做好呢 你在师生关系里边 老师啊 越是鼓励孩子喜欢学习 学生的成绩有没有可能越来越好呢 比如说你要参加一个高手如云的比赛 心里边有一些压力 但如果换一种想法 这一次我想要收获这份荣誉 即使实现很困难 我相信啊 你自然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而啊 可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因为你的内心的笃定一件事 你的情绪就会顺应你的内心 那么你总会找到 去证实你预言的细节 那么最后的结果 也会变成你的内心所想了 看不见的心理 看得见的心灵学 你说世界如何带你 世界便如何回应你 那么自证预言的力量 悄然改变着每个人的命运 人生啊 终将是一场自证预言 所以啊 请一定要相信自己 当我们在实现目标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各种的困难 不要因为困难本身难以逾越 而否定自己 即使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强大的心理素质和积极的心态 也是重要的资本啊 相信自己能够做好 让自证预言充分发挥它的积极影响 所言即所限 心念成预言 你相信什么 你就能成为什么 行转发挥东方eles 寻找找习惯的 猎祝 咱们 Basil